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跟大师学围棋 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板田荣南先生的围棋攻击法 今天要介绍的这盘对局是他与严田达明起断的一个对局 当时后面严田先生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棋手 在这本书当中板田先生除了在技术层面上的 给我们展开很细致的对于进攻的方法的一些分析和讨论之外 他还回顾了一些很有趣的他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成长的经历 其中在这段过程当中他就回忆到 在他那个时代 当时日本最厉害的棋手叫做本音坊秀斋 秀斋名人 对 当时是一个唯一的八段的一个棋手 应该说在秀斋统治的时期 日本的棋界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抗衡 实力都是有比他有差距的 所以那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象 当时板田仲南先生还是一个小小的院生 他回忆当时的一个秀斋先生对他们的提点 秀斋名人给他们覆盘的时候 或者说是看到他们的棋的时候 评价往往就是一句话 非常简单 就说这个不行 这步棋太缓 或者说这个可能更犀利一些 就是非常直接的 一针见血的去评价这一盘棋的胜负处 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一个建议 但是后来板田先生说 这可能是一种天才的训练法 秀斋先生就是强调他们下棋一定要快 一定要精准 一定要拿捏到对方的痛处 然后直接一针见血的 直接出击 板田先生他自己来说 他都觉得非常的困难 就这样的方式对他来说也很困难 但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了 后面他成为了剃刀板田 成为了67冠的日本的著名的大骑士 其实跟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跟他小的时候受到的这种训练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在他的自我评价里面 板田先生也是提到了秀斋名人 而且他非常的感恩秀斋名人当时 对他的一些提点 好的 那我们回到棋局当中 来看一看这盘棋 这盘棋呢 板田先生就给我们展示了非常犀利的一面 也许就是当年秀斋先生 秀斋名人对他们的严苛的训练 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好 我们来看棋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面 这盘棋呢 是板田先生的黑棋 现在下到了中盘阶段 可以说黑棋的局面应该是很困难的 这是岌岌可危啊 由于白棋吃掉了黑棋这三颗棋子的棋筋 现在呢 黑棋下面的这六颗棋子变得非常危险了 当然如果轮黑下的话 黑棋还是有救了 比如这冲过来 看上去黑棋还是有办法的 但是如果轮白下的话 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白棋只要简单的一团 基本上这六颗棋子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说呢 黑棋现在欠着一个非常大的一块棋 不活 可以说是 这是黑棋的一个严重的负担 但同时我们来看这个全局 黑棋实地上并不占优 这个角的目数非常小 将来白棋就最简单的一个大身腿 黑棋就没几目气 剩下黑棋全都是小块 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空 可以说实地上也没有什么优势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面对如此的难局 黑棋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好办法 好 我们还是来找一下局面的焦点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其实大家细心的朋友 听我这个说话的方式 聊天的方式就能感受出来 就是下面不是重点 对 如果要是下面是一个重点的话 我们就直接探讨 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了 我们先介绍了 这个背景 背景就是下面这块棋快死了 但是黑棋肯定是不处理它的 首先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悬疑 就是这块棋很危险 但是黑棋现在没工夫管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方更紧急 如果你现在去 比如说去这种地方搞 我们先不管它 最终会形成什么结果 黑棋假如说把这块棋处理好 那么这被白棋拐震过来 这个头被白棋震过来之后 我们再看黑棋这块棋 现在又是很危险 那你如果做活要靠这种挤 比如说这种做眼 这样做活的话 上面这块棋黑棋又变得很危险 所以说如果被白棋抢攻 这个发球抢攻 白棋这个争到主动权的话 这块棋黑棋可能就够呛了 所以现在这块棋当然危险 但是顾不上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上面的问题 上面攻防的问题 毫无疑问 白棋这块棋是非常的薄的 一整块非常的薄 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 黑棋自身没活 上面也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黑棋想要去制裁白棋 也是有困难的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最直接的是 就是黑棋要想办法把白棋分断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目标 因为如果你不分断 比如说你在这种地方走 白棋就算跳一个 跟着你下 这个可以说是黑棋没有什么前途的 白棋这两块棋只要连上 就不存在死活问题了 如果白棋没有死活问题的话 我们刚才说黑棋 就是他自身的问题 就一二三问题全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必须要采取特殊手段了 就是特殊局面下的特殊的应对 黑棋首先最直接的是从这刺 这也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 白棋接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断 对 这个看上去非常的厉害 把白棋分断 白棋只有长 但实际上 其实黑棋更危险 首先第一个 你尝出来的时候 白棋可以从这跳出来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这块棋是绝对不能死的 就是你上面全把白棋吃光了 这块棋也不能死 这死了太大了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 也非常的让黑棋头疼 就是我们看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先不跳这个 白棋可以先从这断 这是一个手筋 对 这个黑棋上面的这块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你 这不能退 退的话直接一口气打死了 就是黑棋只有两种下方 一种是从这打吃 从这打吃 白棋就从一路打 这个打的黑棋是鼻青脸肿的 很吐血 你如果接上 白就飞 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白棋这个下方看上去很流氓 你打我就给你打结 但是我们刚才说 白棋这一跳出来之后 结财无数 对 那这个时候本身我跳出来 你就不一定 这个局部的战斗 你就不一定有利 那同时你这欠一个打结 这怎么下呢 是不是 所以这黑棋肯定不行 你说提掉的话一样的 白棋就很流氓的打上来 对 就跟你耍赖 这黑棋就非常的难搬 所以说这个黑棋呢 被白棋断的时候 就讨厌极了 如果打这个 这肯定也不行 打这个就非常简单 白棋从这吃下来 黑棋踢掉 白棋就接上 那这个叫做 就是典型的这个游戏中盘结束 对 这个黑棋就死掉了 这块棋 所以说 我们刚才分析的结果就是 黑棋如果直接冲击白棋 那么自身的问题 这个是很难解决的 这是一个黑棋的一个痛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可能这个时候啊 有的同学会发现 说不对啊 这个直接尖 尖这个棋 可能手法太俗了 我应该有更好的下法 是什么呢 挖这个 这是一部妙手 不得不说啊 这部棋是 非常值得称赞的一部妙手 但是 对 我们从此有但是 但是这部棋呢 不是最好的 如果这么下 白棋还是打在外面 如果你打在里面的话 这会黑棋断 这个白棋要崩溃 这两个断点 不能两全 这个白棋只能打在外面 这看上去很牛啊 黑棋这个下法 看上去是非常犀利的 这冲 其实这个白棋 是可以撕两拨千斤的一场 接下来你再冲 它先在这飞 先逼你表态 你是不是要做活 如果要做活要挤 大家记住 要挤了走这个 然后再拱活 可能也没办法 可能就要做活 那这个时候白棋 再把这挡过来 我们再来看 黑棋实际上是一无所获 这个冲击白棋 真是完全没有收获 大家记住 你这要挤这个的 我们给摆上吧 这个就简单了 挤这个 然后接这个 还不能挖 要注意 挖被扑死了 然后再去这做盐 对 这样才能做出两件 这黑白棋一般 这个地方黑棋由于气紧 你其实什么都动不了 断了 人家接这个都先手 对 所以说这个黑棋 实际上是毫无收获 这个下法也不成立 可以说挖的思路来说已经很好了 局部来说是一个妙手 可惜差了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还是不是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板田先生 交了我们一招 这招棋呢 我觉得可以是列为他这个 或者说他这个 怎么说的一套组合拳 可以说是列为他这个 生涯当中 板田先生这个职业生涯当中的 可以入选他的这个妙手机 下的的确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直接来看吧 来看答案 接下来 黑棋使出了一套组合拳 先靠 极其犀利的一手 这个时候白棋没得反 就没得反抗 只有冲 因为你这个地方 黑棋这些都没有交换 就是黑棋他没有去跟白棋 这种俗手的肩 都没交换 你这个时候走什么都走不着 你走这些黑棋 把这退回来就行了 先吃一个大肥脚 这边白棋是完全没有办法 吃掉黑棋的 因为他没走 所以白棋自身很薄 他可以从这先 可以从这挤 就这挤 全都是先手 局部就是活的 所以说呢 这个靠的时候 白棋命令醒 白棋只有冲 然后黑棋再一挖 我们看这个结果完全不同 同样的 你还是不能从这吃 这边黑棋一断 两个断点 无法兼顾 只有打 黑棋再退 白棋接 这个时候黑棋再冲过来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这两步 去交换了一下 如果不交换 我们刚才说白棋长 黑棋冲 这样白棋先从这飞 先猛攻 然后一会儿 就把这搬过来就行了 大家记得吗 没有这两个字 你可以搬过来 但是有了这两步的交换 这个局面完全不同了 大家看 这还明显搬不过来 搬就被一冲 就冲烂掉了 搬不回来的话 你等于局部就死掉了 就没起走了 白棋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收拾了 这个局面 所以说下到这儿冲 走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说 局面瞬间逆转 刚才还是一个黑棋 看上去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个局面 就是这块要死 这块不活 这块也不活 然后就只能盯着白棋 这个上面的大龙 人家只有一块弱棋 你是三块 都是平临死亡 那怎么办 但是板田先生 就给我们晾了一刀 有的时候胜负就是在这儿 就是一刹那之间 高手之间的对决 就是这样的 就是像过山车一样 这个变化太快 没反应过来呢 就已经到站了 这盘棋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 板田先生用他这个犀利的 剃刀般的这种 刀锋直穿心脏的这种手法 可以说是就两步棋 短短的两步棋 就将一个很困难的 就是简直平临崩溃的 这么一个局面 瞬间逆转 这是高手跟我们的这个境界 我这是体验到了差距 好的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